天平台风来袭时造成台东不少乡镇房屋摧毁 其中泰玛里及大五乡房屋倒得相当严重 想申请政府的灾害补助 是有一定的作业程序才能申请 台东地区天平受灾户共有1051户 但是只有172户达到申请的标准 可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受灾户 则是一毛钱也领不到 但县府社会处勘察人员一一勘察认定之后 也了解到这些没有达到标准的民众 实际上也都受到一些损害 县长黄建廷也于心不忍 主动寻求一些有爱心企业及民间善心人士来协助募款 募得了400多万元 来分配给没有申请到的受灾户民众 今天我们特别针对房屋毁损的这个部分 来发放慰问金 可是政府救助的标准 必须要是达到不堪居住的情况 才能够请领这个救助金 可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却一毛钱都领不到 我们社会处的同仁来勘察过 一一的勘察认定过之后 也了解到其实这些没有能够达到政府标准的民众 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损害的 我就主动跟企业来寻求一些支持 募得了400多万 开始发放每一户3600块的慰问金 县长就发动了一些民间的一些捐款 那我们这一次来 特别就是带了现金来 到了各村来做一些现金的发放 那虽然说这个款项不多 每一户3600 那也代表就是县府关心的意识 领到慰问金的民众 非常感谢县长的帮助 让他们感到非常窩心 现在有案子就要感谢我们管长 塔玛里乡乡代表邱天生也代表村民 感谢黄县长的努力和帮助 真的要感谢我们县长这么用心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县民都能够了解 虽然只有3600元不是很多的钱 但受灾户民众深深感受到县政府温馨的双手 东台新闻陈静雄 萧子熙 大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R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持导要攻ro tim 还钱 不吝点赞 订阅 已得以恁中 3日 投赏 Love